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旗下有百味啤酒等知名品牌,全球规模最大的啤酒酿造厂安海斯·布希英博集团A.B.I.B.F.表示,将于12月4日将大麦种子送到国际太空站ISS上,模拟大麦在低中立下的培育,目标是要酿出世界第一杯火星啤酒。 据Fabuz报道,在今年3月德州奥斯丁市举办的大型活动西南天南,South by Southwest上A.B.I.B.F.集团宣布将要开始制造火星啤酒。 12月4日借由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尔角空军基地发射SpaceX CRS-13火箭,把20颗旗下特有品种的大麦种子送到离的400公里高的国际太空站,在低中立状态下尝试培育麦芽。 报道指出,啤酒的主要原料为麦芽、啤酒花、嘴雨项目。 此次计划的目标是要在低中立情况下让大麦发芽,并观察在低中立环境下的生长情形。 A.B.I.B.F.集团的研究人员会评估其结果。 未来若顺利进行,也许人类将可以在火星大规模量产啤酒。 而火星的温度约为摄氏零下125度到摄氏21度之间,温度变化相当大。 虽然有人可能会幻想这啤酒会相当清凉,但事实上还得面临许多挑战。 首先就是保存大麦的温度,并至少要让它发芽病,长到15到25公分。 而大麦在送到国际太空站后将会在轨道上停留约一个月,送回地球后麦芽会被送到科罗拉多州的A.B.I.B.I.B.F.集团的研究设施进行分析。